不同依望大家常常看到的運動服 奧運金牌國手林玉婷 換上雲朵襯衫和身色寬褲 搭配卡其色外套 一身俐落裝扮 小陳自己是時尚小白 很緊張 比我奧運冠軍戰出場的時候 還緊張 你是認真嗎 我真的認真 對 因為畢竟奧運出場 這是我熟悉的主場 但這裡畢竟我還是一個小白 對 小白 時尚小白 沒錯 沒錯 所以我要來這邊 跟前輩們好好的學習 好好的展現我自己的自信 威風集團年度大事威風之夜 昨天晚上在台北威風新一登場 邀請了許多話題人物來到現場 其中就有奧運集團的兩名國手 林玉婷和李洋 跟這套很像 就是低調沉穩的感覺 所以其實很常有人 我走過去那種搭捷運 沒有人認出來 李洋表示其實這一次的這套裝扮 跟平時私底下喜歡的風格一樣 兩人當天早上 已經一同出席過台中的活動 晚上再度見面 林玉婷也表示 可以跟她來個洋芋片組合 鬥笑全場觀眾 另外壓軸登場的還有她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大家的美食 我們自己喜歡 大家好 用中文熱情的日粉絲打招呼 韓國團體Highlight的隊長 壓軸現身 溫綺在台灣吃了些什麼 她表示前一晚去吃了火鍋 但因為有很多派出的行程 因此有所節制 很喜歡台灣的美食 問她如果有機會 還會想要再來走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訂閱 頻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